第四百九十集 随着顾家老祖的一箭灰虫 张也只感觉到眼前的千里江山突然一变 就像是一幅幅艳丽之极的画卷朝着它卷过来 张也深色一变 顾家老祖这一箭本身已经妙诀天下 有着不可思议的威难 这一箭本身已经够厉害了 但在初箭的时候 顾家老祖又施展出神奇手段 把土之一景融合到这一箭之中 这一箭挥出来 竟然带起了方圆千里的地脉之气 方圆千里的河山都成了张也的敌人 张也的心灵和土灵的心灵紧紧地连在一起 疯狂分析着这一箭 顾家老祖这一箭 剑法和意境完美融合 乃是张也见到的最厉害的一箭 在这种可怕的剑法面前 张也最强悍地破云一刀 这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出道 也不知道该站到哪一方 想要硬拼 但是却办不到 张也的灵魂和土灵紧紧结合在一起 疯狂地分析之后 终于找到了一丝丝的破绽 这时候顾家老祖的剑已经来尽了 斩 张也提后一声 手里的神秘刀尖骤然出手 闪电般地挥出一刀 神秘刀尖刚刚挥出去 邓氏碰到了一股浩大的力量 在这股浩大的力量面前 张也的身形像是流星一般飞退 退到了万丈之外 才勉强站定了身子 张也站在虚空之中 衣衫微微凌乱 手臂颤抖着 刚才顾家老祖这一刀 实在是太可怕了 张也如果反应慢一点点 立即就要被顾家老祖一剑斩杀 顾家老祖没有追杀张也 他呼呼地喘着粗气 目光之中露出了骇然之色 刚才的一剑 乃是顾家老祖全力施展出来的 施展出这一剑之后 顾家老祖都感觉到万分吃力 在这么厉害的剑法面前 顾家老祖以为张也死定了 没想到张也竟然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 找出剑法的破绽 全身而退 张也平静下来 缓缓地说道 剑法和意境完美融合 这是真道宗师的手段 正是如此 世间万法 只有和意境和天地融合在一起 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老夫虽然还不是真道宗师 但老夫的精神力量 已经接近真道宗师 土之已经也达到大成 刚才的一剑 你能够全身而退 看来你还有点本事 张也心里微微一动 他虽然得到了刀钧的记忆 烽火意境也达到了大成 但一直都无法让烽火意境和刀法 融合到一起 现在看来 张也一方面是领悟的还不够深入 第二个方面 则是精神力量还不够强悍 所以无法把意境和刀法 完美地融合起来 如果刀法和意境完美地融合起来 张也甚至有把握和真道宗师一战 这时候 孤家老祖又是一剑灰虫 嘴里引道 山无银蛇 这又是绝妙之极的一剑 这一剑依然融合了土之意境 一剑挥出之下 张也感觉到整个山川竟然化成了一条巨大的银蛇 直直朝着它冲过来 长剑刚刚挥出之际 那种必杀的气势已经压到张也无法呼吸 心头狂跳 压制 顾家老祖这一剑不简简单单是剑法 还调动了千里山川 配合着精神力量 对张也展开了精神压制 如果张也的意志不坚 连刀尖都无法拿起来 更加无法施展出手段和顾家老祖一战 张也再一次疯狂分析 分析着这一剑的奥妙 土灵这时候展现出了它的能力 顾家老祖这一剑如果张也自己分析的话 即使张也悟性再厉害 也需要一段的时间 才能够弄清剑法 然后再慢慢地分析剑法之中的破绽 但是 在土灵的帮助之下 张也直接就看清楚了剑法 他只需要找出破绽就行 顾家老祖的剑法 成是土之意境 败也是土之意境 在土灵的面前 顾家老祖施展出土之意境 根本就是错误 张也骤然展出一刀 这一刀看似没有任何的奥妙 但这一刀却正好展到了顾家老祖剑法的破绽之处 一声巨大的哄响之后 顾家老祖这一剑又被张也破解了 顾家老祖的脸色一变 嘴里喃喃说了一声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老祖这一剑已经是完美到了极点 怎么还有破绽 这个小辈 怎么会找到破绽呢 微微想了一下 顾家老祖神色变得猙獰起来 吼道 小辈 再接我一剑 又是一剑挥出 张也神色平静 一番分析之后 他挥出神秘刀尖 又接下了顾家老祖的一剑 张也破解的办法 依然是找到顾家老祖的破绽 然后直接出刀破解 顾家老祖眼睛都瞪大了 他嘀吼道 老夫就不信了 巧合巧合 这肯定是巧合 老夫的剑法 岂是这么容易破解的 顾家老祖取出了一枚丹药 一口气吞下去 接连斩出了十多剑 这十多剑 每一剑 都妙绝天下 每一剑 都融合了土之一剑 每一剑都可怕到极点 普普通通的针刀八重巅峰高手 站到顾家老祖面前 只怕一剑都无法戒得下 张也的目光之中 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他的身形在虚空中飘忽不定 心里疯狂地计算着破绽 顾家老祖吞服了丹药之后 在丹药的帮助之下 这十多剑威力更加可怕 初剑的速度也更加的快 每一剑都可怕到极点 如果张也无法计算出破绽 他立即就要被顾家老祖斩中 即使张也的肉身达到了 兵机玉骨之境 恐怕也免不了一死 张也心里疯狂地计算着 手里的神秘刀尖一次次挥出去 每挥出一刀 虚空中就会传来一阵沉闷的巨响 十多声巨响之后 张也嘴巴一张狠狠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后退到十里之外 顾家老祖瞪着张也 有一种吐血的感觉 他吞服了丹药 辛辛苦苦施展出来的剑法 竟然被张也全数破解了 张也付出来的代价 仅仅是一口鲜血而已 这是一个什么妖孽呀 顾家老祖心里惊骇 不甘怨恨 张也却是哈哈一笑 老祖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 今天你休想离开这里 你的子子孙孙都已经死了 你就陪他们一块继续当你的老祖吧 顾家老祖施展出来的剑法 每一剑都是宗师手段 每一剑都可怕到极点 但顾家老祖毕竟不是真道宗师 每施展出一剑 顾家老祖体内的先天真气 就会消耗一部分 张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主动出生 让顾家老祖继续出剑 顾家老祖每施展出一剑 体内的先天真气 就会减弱一些 张也在等待时机 等待顾家老祖的力量减弱之后 再悍然出手 斩杀这个强大的敌人 张也击顾家老祖出手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多多观摩一下剑法 张也悟心无人能敌 顾家老祖每斩出一剑 他都有所收获 他希望顾家老祖再出几剑 好好领悟一下意境融合 顾家老祖听到张也嚣张的话 哪里受得了 他一咬牙 又吞下了一颗丹药 吼道 臣归臣 土归土 万物化臣界 出 顾家老祖常见挥动 刹那间 张也面前的虚空突然变暗 出现了点点的繁星 每一点的繁星都蕴含着可怕之极的死亡气息 张也见到繁星点点 心里邓氏吃了一惊 这些繁星当然不是真正的星辰 他们全都是灰尘 在顾家老祖剑法之下 虚空中的灰尘成了一点点可怕的繁星 张也虽然身经万战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辉鸿大气的剑法 顾家老祖施展出来的剑法 密密麻麻地充斥了整个虚空 广阔无比的虚空 突然间就变成了顾家老祖的战斗场 张也感觉到自己连战力的地方都没有了 他随时都有可能化成尘土 张也再一次疯狂分析 如果顾家老祖一开始就施展出这一招 张也连分析的机会都没有 就要败下阵来 但张也接下顾家老祖十多剑之后 对顾家老祖的剑法已经有所了解 顾家老祖这一剑虽然可怕至极 但张也依然有信心破解 一番疯狂的计算之后 张也的目光骤然一闪 身形骤然变虚 施展出破云一刀 顾家老祖的剑法充斥了整个虚空 但张也的破云一刀 却是正好相反 破云一刀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到了一刀之中 乃是速度和力量的完美结合 有着一刀破万法的威力 在顾家老祖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张也竟然再一次找出了破绽 一刀把他的剑法破解掉 硬拼之下 张也的身形倒飞数十里 浑身上下鲜血淋漓 看起来狼狈到了极点 但张也的目光之中 却是闪动着兴奋之色 刚才的一记硬拼中 他虽然身受重伤 但却是收益极多 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张也兴奋之后 立即冷静下来 顾家老祖施展出万物化沉剑之后 体内的先天真气 只剩下了五成 斩杀顾家老祖的机会 已经到来了 张也举起神秘刀尖 咬指着顾家老祖 只是破云一刀出手的姿势 顾家老祖脸色微微一变 迅速取出一枚胆药 吞了下去 最后 神形一闪 准备走人 顾家老祖施展出十多剑 都无法斩杀张也 知道今天是很难斩杀张也了 他准备先走人 找一个安静之所 进阶到宗师之境 再找张也算账 真道八重巅峰 和真道九重相差只有一些 但是实力的差距 却是天上之别 只要进阶到真道九重 顾家老祖想要斩杀 杀张也那就容易得多了 张也的悟性何等厉害 顾家老祖的身形一动 张也立即就知道了他的打算 他冷冷一笑 身形骤然变虚 施展出破云一刀 破云一刀施展出来 速度快得可怕 闸眼不到的时间里 张也已经追上了顾家老祖 朝着顾家老祖的身后站去 顾家老祖哼了一声 长剑一挥挡下张也这一刀 张也和顾家老祖一记应拼 身形当时一致 全身气血翻涌 在张也气血翻涌 平定气息的时候 顾家老祖却是越飞越快 闸眼间已经飞出了百里之外 摇摇看着顾家老祖 张也不禁暗暗地佩服 刚才的一记应拼之中 顾家老祖应接下他的一刀 然后借助着破云一刀的力量 施展出绝世身法 这种借力飞行的本事 即使是张也也不得不佩服 今天就算你再厉害 也逃不了 张也心里暗暗下了决定 身形骤然变虚 接连施展了四次破云一刀 张也接连施展出了四次破云一刀 前面的三刀是用来快速赶路的 最后的一刀 张也再次朝着顾家老祖 发起了攻击 顾家老祖遥遥锁定张也的刀法 在刀尖斩道的时候 再一次出手 他手里的长剑骤然一挥 再次应接张也一刀 然后再次施展出逃命身法 被一个小辈杀得落荒而逃 这让顾家老祖的心里又惊又怒 但他虽然恼怒之极 却也无法奈何 因为张也的刀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张也似乎是只懂得施展一种刀法 但是这种刀法却是霸道到了极点 速度也快得出奇 在颇云一刀的面前 顾家老祖苦苦修炼出来的战技 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张也没发出一刀 顾家老祖就要应接一次 顾家老祖是不得不逃了 顾家老祖疯狂地逃窜着 张也则是紧紧地追赶着 张也在后面连连施展出破云一刀 每施展出一刀 顾家老祖就要全力应付一次 一次的应聘之下 顾家老祖只感觉到怒火熊熊 憋起到了极点 顾家老祖又接下了张也一刀之后 忍不住怒吼道 小辈 来来去去就只有这么一刀 你难道只修炼这一招刀法吗 老家伙 这一刀已经够应付你的了 你有种的话就不要逃跑 堂堂正正地 和我战斗一场啊 说着张也又继续发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